硬菜儿子皆差点被钱规则!秘书塞钱进房间陈小春暴揍怒骂你是不是人? 相信钱规则这东西读者不陌生,在娱乐圈常常会听到某某女星被要挟陪睡、陪坐、陪酒等换取出尽机会。 但又有多少个女星自言承认自己面对的困境呢? 据台湾netode的星光云报道,日前女星应菜儿就在真人秀节目幕妻子的浪漫旅行中透露,18岁拍电影曾险遭钱规则爆出娱乐圈黑暗一面。 她表示,18岁出道拍电影时,某天回下榻酒店休息,忽然被一名秘书敲门打开门查看,对方竟亲自送了一纸袋钱来,让她傻眼。 她此话一出,仍在节目棚内看VCR的陈小春立刻怒火中烧,直接对着摄影机呛声,有胆子就来吧,你自己问自己爹妈,你是人不是人。 大气外露的护妻举动的陈小春在度映来网友整阵叫好直夸,山鸡哥超帅,果然是大哥。 应蔡尔2010年和陈小春结婚,两人育有一子举Aspot,家庭生活幸福美满,婚后人气不渐反增,夫妻俩经常受邀上变个大节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